85岁连战在6月被爆罹患肿瘤,必须住院开刀。 不过公投当天,她和太太一起去投票, 前几天更在东区拍到,连战和太太手牵手逛街散步。 虽然满头白发,身体也消瘦不少,但精神看起来很不错。 在台湾的四大公投中,台北复兴实验中小学投票站出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如果不是他身边伴随着大家熟悉的连方语,大家真认不出老人就是连战。 据媒体报道,相较上次选举现身投票时,连战显得精神奕奕, 还提醒媒体要注意阶梯,看起来身体相当硬朗。 面对媒体询问对公投有没有信心,连战并未开口回应, 而是连方语一同点头致意。 随后,媒体询问身体状况,连战没有开口回应。 谈到连战,此人在台湾省绝对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连战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而他与妻子方语的爱情故事更是被人们所津津乐道。 那时,连方语还叫方语,他出身书香门第, 两岁时,父母举家从内地迁往台湾。 到台湾后,父亲在台湾大学任物理系教授, 母亲是中学老师,在父母的引领下方语饱读诗书。 初中时就已在杂志发表文章。 高中毕业后,他依父亲愿望考入台湾大学植物病虫系, 适逢台湾举办选美比赛,方语报名参加。 凭着脚好的容貌,出众的气质, 一举获得中国小姐冠军,被派往美国参加国际赛事。 方语在华盛顿参加活动时,有位先生教他看相, 男士要有颧骨,即是事业的表征, 声音要沉稳,代表负责任, 眉毛则是浓而起整,主柜。 年轻的方语一笑吱吱,直到那天, 身后传来一个沉稳的磁性声音, 领事要我送你去旅馆,我的车就在外面。 莫名地心中一动,回头看时, 面前立着的青年,身材心长,颧骨明显, 浓眉下一双大眼,戴着眼镜,斯文如雅, 一瞬间似曾相识,他们都没有认出对方。 其实,两人算得上青梅竹马。 青年叫连战,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 利用暑期在领事馆做义工。 他是台湾人,祖父是连恒。 他在西安出生,上小学,台湾光复后, 随家人迁回台湾。 因两者的父母间互有往来, 方语小时候经常到连家玩。 连战比方语大八岁, 在他眼里,方语是个可爱的小妹妹。 没想到,他到美国求学六年, 他已听听,淑女窈窕。 重逢令彼此惊奇又兴奋。 许多年后,方语这样回忆。 他开车的姿势潇洒极了, 操作自如,专心而不紧张。 方向盘在他手上出奇的灵巧安全。 没有谁开车像他那样漂亮。 我一路专注欣赏他开车的样子, 享受他低沉稳重的声音。 隐隐然, 有种把自己交付给他必然相当安全的感觉。 连战的内心也起了波澜。 19岁的方语用智慧和美丽俘虏了他。 他回到台湾后, 他的信马上追了过去。 红艳传书中, 彼此越来越缠绵和依恋。 头上顶着中国小姐的光环, 方语也被媒体追踪着。 不久, 他和连战交往的消息被披露, 反对声不绝于耳。 行人说, 外省人怎么可以嫁给台湾狼? 父母说, 不能和他这种职业的人交往, 这一行爬得高, 跌得重。 面对批评和责难, 方语只能默默流眼泪。 在父母规劝下, 他刻意减少了写信。 大阳那边, 连战收不到信, 一急之下, 他把学业一丢, 不管不顾费了回来, 每天到方语家报道。 为了儿子的前途和婚姻, 连战父母到方家恳求, 让连战和方语先订个婚, 好让他安心继续学业。 被连战用情之身打动, 方语一再向父母保证, 不会因订婚影响自己的学业, 他们终于应允。 1964年, 方语从台大毕业, 申领到美国七个学校的奖学金, 他选择了离连战最近的学校。 一年后, 连战获得博士学位, 一个29岁, 一个21岁。 那年9月, 他们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被父亲挽着手走上红毯时, 方语眼含热泪, 隔着面纱, 他看到红毯那端 他的丈夫在等着他。 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照进来, 牧师一脸庄严地念着, 无论生病还是健康。 那一刻, 方语下定决心, 战哥和我, 从此天长地久, 恩爱相守, 共度一生。 婚后, 按台湾规矩, 方语贯夫姓, 成为连方语, 连战走到哪儿, 哪儿就是他的家。 他去威斯康星大学执教, 他就另一只小皮箱一同前往, 他转去康涅狄格大学教书, 他也转去康大继续学业。 1967年, 长女慧心出生, 初为父母, 辛苦又甜蜜。 因方语还在念书, 连战承担起照顾女儿的重任, 张罗饮食, 喂奶, 换尿布, 方语对他既信任又依赖。 在连战支持下, 方语顺利拿到了 康大植物生理学硕士学位, 闲时, 他们就带着女儿到加拿大, 波士顿, 寻优访圣。 在方语心中, 那是最理想的生活。 然而, 出身政治世家的连战, 注定要走向更大的舞台。 1969年, 因台大校长钱思亮之邀, 连战返回台湾, 任台湾大学教授, 政治系主任。 尽管不舍美丽的康大, 方语还是带着女儿一同回来了。 相比在美国教书, 台大教授的收入 只够节俭过日子。 住在冬冷夏热的宿舍里, 方语一边照顾女儿, 一边埋头写作, 贴补家用。 不久, 她出版了第一本书, 欧游杂记。 中国小姐的光芒收起来了, 方语把全部精力奉献给家庭。 随着孩子们陆续出生, 她也越来越忙碌。 连战是家中独子, 是否年迈的公婆也是方语的重任。 婆婆突然中风后, 公公亲手将各种图章交给她, 让她掌管起家庭财政, 并不止一次拉着她的手说, 谢谢你啊, 替我们连家生了四个孙子。 方语的付出, 连战始终铭记在心。 出差哥伦比亚时, 她省吃俭用, 为她买了当地名产祖母绿。 后来, 方语回忆说, 我不是热爱珠宝的人, 此后, 我不曾购买过任何祖母绿的饰品, 即使再大, 再绿, 都无法打动我的心。 多年来, 她自修文学, 淡泊名利, 不管连站在外面的成就多显赫, 在她眼里, 她只是她的战哥。 孩子们渐渐长大后, 方语去东吴大学当了老师, 教授中国现代文学。 每天晚饭后, 全家人围坐在圆桌边, 孩子们写作业, 她准备教材, 连站在一旁看报, 幸福不可言喻。 2000年, 连站被提名为要员候选人, 但选举格外艰难, 选前最后一场大型造势晚会上, 李登辉在现场反客为主。 身为候选人的连站成了陪客, 表情非常难堪。 意料之中, 选举已失败告终。 选败后, 连站与李登辉正式决裂。 那一天, 连站感谢了出钱出力的朋友, 提到夫人方语为她竞选奔忙, 脚都破了时, 抱歉与难过易于言表。 站在连站身边, 方语的眼泪掉了下来, 所有人都关心她能不能当成功, 只有她, 关心她累不累。 朋友们不容连站沮丧, 选了五手之计, 推选她担任国民党党主席, 更鼓励她竞选2004年的总统。 遗憾的是, 在方语的担忧中, 大选再次失败。 那是一场不公平的选举, 对手为所欲为, 各种抹黑, 重伤, 承受着劳累, 辱骂, 连站的处境令人心酸。 欣慰的是, 风雨中, 方语始终和她在一起, 给她鼓励和安慰。 方语陪她经历了两次大选, 社会纷乱看不到未来, 她难免心情郁闷, 写作细胞变得僵硬, 以致再难提笔。 为了人民利益, 连站更乐意于从事两岸交流事务。 2005年, 不顾有人激烈抗议, 她应邀访问大陆, 实现了50多年来首次的和平之旅。 八天的行程, 方语一路相随, 她时而为连站整理衣着, 时而手挽手亲密而喻。 她在北大演讲结束, 她情不自禁送上深情一吻, 既落落大方, 又随和可亲, 她为她的大陆行增色许多。 所见所闻动人肺腑。 回到台湾后, 方语的笔醒过来了, 时隔多年后, 她再次提笔, 写下半世纪的相逢艺术。 在书中, 连站亲自作序, 一起年轻时相伴读书的情景, 颇多感慨。 对夫人为了照顾家庭, 支持她从政, 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 又诸多内疚。 而方语却说, 她才是这个家的重心与力量源泉, 我只是尽本分照料大家的生活起居, 没有她, 就没有这个家。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结婚时的誓言, 她们始终铭记。 牵手几十年, 连站回家第一件事, 一定是喊方语的名字。 出门在外, 每天至少一次的电话, 始终未曾改变。 而连站日前因恶性肿瘤, 住院开刀, 而妻子连方语因为要陪病, 经常要进出医院。 每次, 她住院手术时, 醒来后第一眼, 总能看到她握着她的手, 亲生安慰。 都好了, 没事了。 连方语所生的四个孩子, 个个都已经成家立业, 并有子嗣。 大女儿连惠心有三个女儿, 大儿子连圣文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连圣武也有一儿两女, 连永心也有近两岁大的混血儿子。 但近期, 连永心再次怀孕, 意味着连家间迎来第十个男孙。 不得不说, 真的是喜事一桩。 一起走过五十六年, 连战感激方语带来的儿孙满堂, 幸福甜蜜。 而在方语心中, 战哥永远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 而千手之暖, 灵溪之爱, 律见彼此, 三生有幸。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点赞, 订阅, 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